大家好 我深信有这个说法 是 考虑一千次 不如 做一次 游历一万次 不如 实现一次 华丽的跌倒 胜过 无数次的徘徊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 我觉得有八个 让你迅速变穷 的原因 第一 拖延 很多人都会有拖延症 就是 逃避现实 逃避自己的一些想法 还有逃避责任 很多时候想要做 一样东西 就说 哎呀 应该很难 然后给自己一大堆理由 就懒惰下来 懒惰成了惯性 就很快就变迅速的逃避他了 第二 犹豫不决 马云曾经说过 想象很美满 现实很骨感 就是 自己想的千千万万条 想要做的东西 一些实现的梦想 可是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很骨感 根本没有一个 实际行动 也犹豫不决 这犹豫不决也是导致 迅速变穷的一个原因 第三 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呢 它有一个 很大的隐患 就是 很多人他会想说 自己 很想做一样东西 然后在 刚开始的时候 会很努力 创业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努力 然后慢慢到了后面 往往就是最困难 然后发生最多问题的时候 会怎样呢 说哎呀这个 不适合我 这太难了 不想做 三分钟热度 这是会害死你的 绝对不可以 只要你有三分钟热度的一个想法的话 你很难做起一个事业 很难成功 第四 害怕拒绝 什么是害怕拒绝 很多创业者 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员 所以到处去销售的时候 很多人会拒绝他们 包括销售自己的一个 生意的模式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理念的时候 太多太多人会拒绝他们 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倾盆器 所以这个 害怕拒绝 往往会导致 你直接就放弃了 第五 自我限制 什么是自我限制呢 就是很像说 你一直告诉自己 哎呀我只能够做到这样 我只能够 这么好 没有可能再比这个更好了 这就是你的自我限制 自我限制很可怕 如果你跟自己说 你只能够做到这么好 你就只能够做到这个水平而已 所以 自我限制是会杀死你的梦想 第六 总找借口 其实这个总找借口呢 从小孩子 三岁到四岁的小孩子都会 是谁偷了那个糖果啊 为什么糖果不见了 就会找借口说 不是我不是我 所以如果你还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做一个事业 想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包括你努力在你的工作里面的时候 老是找借口 都是领导的不好 你找这样的借口的时候 往往 你会发现 结果还是一样的 就是一事无成 第七 恐惧 怕什么呢 恐惧其实是 我们 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为什么恐惧会导致你 迅速变穷呢 因为恐惧可以把你 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 让你 没办法走出这个框框 什么都不敢做 所以恐惧是非常可怕的 只有一个没有恐惧的人生 你才可以 实现很多梦想 第八 那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拒绝学习 什么是拒绝学习呢 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从学校 毕业了 拿到一个文凭 开始在 工作领域里面 做着自己的职位的时候 就说 不用再学习了 其实不是的 学习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你应该 活到老 学到老 然后 在自己的岗位里面 再看看有没有新的技能 可以学习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可以突破 才可以比你的 同伴 和同事更厉害 更好 迅速的 提升自己的能力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可以 点赞 订阅 还有分享 谢谢大家